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是不是运转公投来确定 此时此刻的最新剧情是 林毅雄现在持续的在进食当中 好 我们还在等林毅雄 林律师他的回应 不过呢 本来说好了 9点钟要散场的这个费和游行 聚集在台北山前 目前因为大家认为没有达到诉求 他们还是持续在这里静坐不走 到底等一下会有什么状况发生 我们也会带你回到现场 今天晚间一起来追尖项 首先介绍今晚来宾一起来欢迎 立法委员吴炳锐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新北市议员陈明毅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晚安 台北市议员许家清 大晚安 新民党部秘书长刘文雄 大家好 环球科大教授欧雄敬 大晚安 当然中文追追也要带大家来 请听在地的声音 今天的明毅代表团 好 今天明毅代表团 先为大家来介绍的是 首先从最后一排 我们先来介绍的是 草根行动协会的召集人张明佑 另外在前面则是 公投盟的副总招张叶森张医师 而在张医师背后则是 绿盟的理事长赖伟杰 另外抗读时政线的召集人王炳忠 以及他的战友 也是抗读时政线成员林明正 好 现在晚间时政点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晚间的最新画面 这是反合团体 他们提出的两大诉求 同时他们在晚上 九点的时候有最新画面 他们也召开了记者会 现在的两大诉求 第一个 庭建核四 第二个 他们要求要 下修公投门槛 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晚间最新画面 是由公民党来宣布说 他们的庭建 他们的战时庭建 这件事情我们能结束吗 我们要求 所有这些决议 这些战时庭公的决议 应该要由 将一块院长 用到行政院长的身份 来做声明 所以我们今天的活动 在这边的战旗行动 并不会因为这样子而终于 我们要求 下一块院长 下一个大门的职权 让他行政院长的身份 来做声明 说这个战时庭建核四 并不是国民党 面面的决定而已 我们这个国家 需要有正式的实证体制 而不是把国家的方式 其次在我们过去要求 完全移民 这个公投法修法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国民党目前所做的决议 里面解释 将来执事公权之后 是否要使用 要用公投的方式决定 但是这个公投 像他们的说法 仍然还是我们所做兵的描楼公投 我们刚刚看到 这是备合团体的诉求 来问员 所以这样明显的 我们看到我们想知道民进党的态度 现在民进党的态度是 对于今天马总统提出来的诉求跟讯息 不清不楚不接受 甚至备合团体他们要求下修公投门槛 因为他们要求的是停建核四 而不是停工 就是这里不清不楚 我先讲程序上不清不楚 刚刚跟这个刚刚在发言的议宪一样 核四要不要继续新建 或是要停建 这是国家重大政策 由行政院来主管 所以为什么这件事情不是行政院院长 或是行政院的发言人出来讲清楚 而是由国民党的发言人 那你国民党的发言人代表是国民党 你是在讲国民党内部的政策吗 这一点是有疑问的 程序上不对 那这也很奇怪 假设你如果你的 我们退一外部讲 你这就是所谓的停建核四的话 你是不是要讲清楚 那如果讲清楚达成诉求 今天有行的民众解散 对你也是好事啊 那为什么就是一个党的发言人 你把这件事情看成是 什么样子的位阶 这是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 如果这就是所谓的停建核四的话 依照四字大法官会议 四字第520号解释 是行政院长必须到立法院来做报告 报告完了之后提出这个意见 经过立法委员议决通过 那就可以停建没有问题 那后面这些程序要跑啊 那如果大家同意的话 原则同意的话 跑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礼拜二早上行使 检查中导同意权 下午就可以跑这个程序 我们也可以为 假设他在认为礼拜二来不去 我们也可以专门 政党协商专门为他架开院会 但是他不出来讲 行政院没态度 谁知道他这个 国民党的发言人讲的是什么 他代表谁 那后面要不要 我们要厘清他目前为止 他到底是定调是在停建 还是在停工 这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不清不楚 所以你应该请行政院长 江一华出来讲清楚 讲完了清楚之后 还要跑这些程序 我刚刚看到林英雄先生的回应 他就说 我现在没办法回应 为什么因为讲什么不知道 对 以我对林前主席的了解 他必须要到什么程度呢 到程序都跑完 到礼拜二立法院一决 就不兴建了 完成整个宪政程序了 我认为那时候跟林英雄主席就有得谈 为什么 因为其实林英雄主席一开始也是说 你直接宣布停建和事 假设你真的退任部不能停建和事的话 我们再来弄这个 再来利用公投法下修门槛来举行公投 所以这在我们读法律的人就指先卫生民跟被卫生民 先卫生民如果达成了 被卫生民在法律上就不用判决了 所以到底是不是停建 你出来讲清楚 那讲清楚的人应该是这样一话 而不是范姜 你派一个范姜就出来讲 这样是什么意思 明毅这是什么意思 今天派一个范姜出来讲 你停电何事还是停工 你没有讲清楚 刚刚委员提出来的 程序呢 程序在哪 你今天光是连定义就没讲清楚啊 明毅 不要这么紧张 我们可以开live 行政院没办法开live 今天是休假日 那是国民党党内的达成共识 那国民党的会议 由国民党发言人出来发言 这刚刚好而已啊 但这不是行政院的那个发言 行政院明天会宣布 那行政院宣布了以后 我们就按照程序来走 按部就班 所以今天晚上 我不会去谴责那些不愿离开的人 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 或者他不相信国民党的答案 我可以尊重 但是如果明天行政院宣布了 你还不走 你还要乱 那我也是尊重 就全民来公平 我要强调的是什么 第一个 民进党的立场说 不清不楚 那我说句坦白话 何事你们反了那么多年了 如果现在是一号机 要把它封存 二号机是不让他完工 是马上停工的 而且承诺不插入燃料棒 如果要改变这个状况 也就是说要再把它完工 或是要再复工 必须透过公投 这么清楚的论述 还叫不清不楚 你现在是停工跟停建 大家为了是停工还是停建 我认为是这样子 如果连停工停建 这些都分不清楚 要不要运转 没有资格来反核 我要强调的是什么 我必须说明的是 刚今天我看到谢长宁说什么 谢长宁说 他到底讲的一号机 跟二号机 哪一个是停建 哪一个是停工 哪一个是封存 我也搞不太清楚 我的老天啊 做过行政院长 你也搞不清楚 我都搞清楚了 我现在告诉你 我们要实时的把核事给停掉 还是面子问题 一定要叫做废核事 还是叫停核事 还是叫冻结核事 我只要核事不能运转 我认为就达到目的 我觉得这个很荒谬 今天因为礼拜天休假 所以行政院就不能出来讲话 这个讲法谁能够接受呢 这个国家重大的危难 那我举个例子 那假设将来 我们台湾发生像韩国这样子 应该要传承了 死了几百个人 你行政院讲 礼拜六礼拜天我不上班了 我全部不讲话 来我们先好几次的 我回应一下 我举一个例子 今天这是一个国家的重大政策 而且这是跟行政院主管有关 国民党如果你说 这是你们党内会议 你出来表达意见之后 行政院要跟着出来表达意见 你怎么会讲说 因为我今天没有上班 然后所以我今天就不讲 然后明天讲 你让我讲完嘛 因为你刚才讲我没有插嘴 第二个 你们没有发现 连主持人都在问 庭工跟庭工有什么不同 然后县委员长也不知道 然后广场上的民众也不知道 所以大家就在问说 这个到底争议是什么 那谁有权利想对争议 做一个最清楚的解答 就是行政院院长 那第二个是说 当家不闹事 应该赶快解决事情 今天如果假设你这个善意 真的像 像民意这样讲 这么大的善意 应该赶快 让民众能够安心嘛 能够早一个小时 早一个小时好啊 那我不知道说 为什么这样子的话 要讲说因为今天休假 所以 我应该回应就好像刚刚刚讲 行政院我必须讲清楚 今天过去大家批评就是叫以党领政 凭什么你国民党做的决定 就要让我们政府来接受 国民党现在做成共事了 行政院有行政院的体系 我们今天做成共事是跟县市首长 不是跟政务委员 今天国民党只是说出我们的立场上 也许明天我不知道 也许行政院认为说 国民党的说法是这样 我行政院就清楚地告诉你 我就是废掉核四 maybe 冻结核四 封存核四 或叫核四停工核四停建 那由行政院的版本为主 我应该讲 后面有程序要走 还要到国会去 这个东西不是国民党能够决定 如果今天国民党发个新闻稿说 希望国会怎么样怎么样 那国民党错了 民意之前好多的重大事件 总统府是在半夜的时候 媒体记者都已经下班 小夜班大夜班来 你才召开记者会 内阁人生也都也是这样 一场 一场悬应让我们进步了 你还期待国民党这样做 你们为了在这个时候 你们要倒果未因 好没有关系 这些都字节莫为的事情 其实今天最大的关键是说 其实我们忘记了 其实江奎今天已经宣布辞职了 他今天改聘去为 国民党的送便条纸小弟 他不是没有上班 他今天有上班 只是他今天是去国民党上班 然后下班的时候 负责去送便条纸 那才是他真正的工作 所以他今天不干行政院院长 他今天宣布辞职 他需要讲话吗 大家还在期待什么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 一个毁线乱政的政府 最可笑的事情 国民党开完会 我们干嘛回应他 那是你党内的决定 你要怎么讲 那是你家的事 可是今天当政者 叫做马英九跟江一华 他们两个才是权力的基础 他们两个出来讲话 翻讲他才计算什么 随便一个发言人 我们全民就要买单 这国家可以乱政乱到这种地步吗 再来程序 前天马总统才自己在 总统府教训本党的主席 说程序有多么重要 他说他从30秒钟那件事情 得知了程序 是所有的基础 那今天我们就要问 今天这个有符合程序吗 如果国家不是经过一层一层的 今天你国民党的决议 不管是立院党团的 或者你县市首长的 做成了一个决议 对不起 那也是要等到礼拜二 进去立法院 不是吗 立法院做了一个决议以后 看是送给行政院 行政院院长要回 对不起